我说大学毕业有没有文化 他们马上说有 我说不孝父母有没有文化 他们说没有 我说大学毕业不孝父母有没有文化 他们答不出来 被我骗了 所以人的认知错误了 真正的文化道德涵养 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就渐分一下 三十几岁第一个念头想自己 所以知识 四十几岁想孩子 对不对 现在人慷慨激昂 对 您假如回到两百年前 你可不要这样讲 你会被人家笑 人家会觉得你没有智慧 因为当你拿到好吃的东西 是先给孩子 你已经给孩子错误的示范 他会想到 谁最重要 我最重要 你已经在掌养他的什么 四十 但是你这一块巧克力 假如是拿给爷爷奶奶 这孩子在旁边 看爷爷奶奶笑得这么灿烂 他会很感动 所以从刚刚这个事例 我们也好好省思一下 我们假如自私多 那这个不是炎黄子孙 那这个不是炎黄子孙 自私多啊 是受到资本主义跟公立主义影响 诸位朋友 现在受公立主义影响的人 占多少 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加当中 诸位朋友 要不要继续增加 假如继续增加 这一些戏都会持续怎么样 继续上演 会不会停下来 不会 所以要根本解决 从哪里 从人的思想开始解决 我们常常在说啊 战争哦 可能不到我身上 末日啊 我也不一定看得到 很多人对末日的想法是什么 觉得可能是几颗核子弹炸了 地球毁了 叫末日 其实啊 俗话有提到啊 生不如死啊 更痛苦 什么样的生活啊 会让人生不如死 诸位朋友 有没有这种经验 看起来都没有 那你们都很有福报 很多人啊 孩子 在外面 每天为非作歹啊 这个家长 每天怎么样 担心受怕 真的活得比死 还痛苦 当道德都沦上的时候 那是真正的 末日 到了 在大陆的四川 有一位13岁的孩子 煮饭给他爸爸吃 他爸爸吃完了 就暴毙死了 家里很穷 没有钱 印尸 所以就买了 过一阵子 煮饭给他妈妈吃 他妈妈吃完也死了 也跟他父亲啊 就一起 安葬 他去跟父母祭拜 祭拜完很不耐烦 把那些饭菜啊 赶快倒到垃圾桶 他的婶婶看了之后啊 心里起疙瘩 这个孩子怎么对父母一点 恭敬心都没有 结果这孩子走过来 跟他婶婶说 他说我爸爸妈妈 是不是有买保险 他婶婶听完 很警觉 赶快啊 报警 处理 结果确实啊 是在亲手 杀了父母 为了什么 那个保险费啊 才一万块人民币啊 不多啊 两条命都不见了 而这还不是普通的命啊 是他的父母 他为什么要拿保险费呢 因为要去买一只手机 各位朋友 欲望的力量强不强 强啊 欲令 致命啊 所以你 我们教孩子啊 是要掌他的欲望 还是要掌他的德行 那会差很多啊 假如你教导孩子 是让他懂得孝道 懂得尽自己的本分 那他念书啊 是他 一种 责任 他念书觉得 要不让父母担心 这是掌他的德行 假如他念书 你是说 今天考前三名 带你去吃麦当劳 上了初中 你说考前三名 给你一台 数码相机 上了大学 要考大学 你说你考上大学 给你一台 电脑 当我们这样 在引导孩子的时候 在掌养他的什么 欲望 他没看到本分 他要的是他的欲望 所以有一个孩子 考高中 考上了 结果对他的父母讲 他说爸爸妈妈 你们要替我买 几件名牌的衣服 他父母很拉闷 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考上高中 你们啊 省了很多赞助费 因为他考上高中啊 所以他的父母 不用再去帮他 买一个高中念 所以他觉得 他很有功劳 替父母省了 这么多钱 所以呢 父母应该回馈他 帮他买几件衣服 他的父母听完之后 内心怎么样 跟一些朋友的反应一样 指什么 摇头 但是啊 早知今日 为什么孩子有这种态度 用物质啊 在跟孩子互动 在教孩子 所以他物质化 就会很自私 所以我们不希望 道德沦上 就应该啊 从自己 开始做起 很多人都会觉得 现在啊 社会都变这样 我在怎么做 可能也怎么样 没有效果 很多人都会这样想 请问我们这样的念头啊 对家庭 对社会有没有帮助 没有啊 这样的想法理不理智 不理智 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一个人的真诚心啊 真德行 能够唤醒 身旁周遭人 善良的本性 所以古代 顺王 大顺 他为人非常孝顺 他一个人很孝顺 修养很好 父母虽然对他 很凶啊 但是他依然 尽他的孝道 因为他知道 亲征我 孝方贤 跟父母可不是交易啊 不能说今天父母对我凶了 我就不对他好 我们是要时时刻刻 记住父母的养育之恩 要去回报 而不是去渴望 父母要对我们好 因为啊 孝顺 是一个人的本分师 所以由于他有这样的态度 所以他那一份对父母的孝 改变了他的家人 所以因为他修身 所以能够 齐家 因为他的德行 让邻里乡党的人 看得都很感动 都愿意啊 效法他 甚至于是都希望做他的国人 所以他就齐家 治国 当时候的君王 瑶帝 看得很感动 觉得把天下 交给这样的人 人民才会幸福 所以他进一步 治国 平天下 所以诸位朋友 当我们真正修养身心 就能够对这个家庭社会 产生很大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试点赞 订阅